华侨协会总会巴拉规分会会长朱荣卿 平时推动会晤不遗余力 也经常协助驻东方市总领事馆 办理各类活动来推广国民外交 日前他跟慷慨解囊 宴请驻外长官 乔包乔领一同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国庆 还有华侨节 丰富的摸彩礼品摆放在舞台前 在座的贵宾热情的向镜头打招呼 这里是华侨协会总会巴拉规分会 庆祝中华民国105年国庆 及欢度华侨节的活动现场 平时为人就十分大方的乔务咨询委员 华侨协会总会巴拉规分会会长朱荣卿 自掏腰包和理监士们筹备晚宴 邀请当地驻外长官乔领乔包 一同庆祝两大节日 首先朱会长带领大家唱国歌 为晚宴拉开序幕 接着上台致辞 感谢大家共享盛举为祖国庆生 我现在首先要祝我们中华民国 国印苍农 国太平安 我虽然是在国外 但是我心还是心系我们台湾 我希望台湾 我们的亲朋好友 都能够过得好日子 都能够过一个红衣出时的日子 我祝我们台湾的亲朋好友 都能够健康平安 祝大家 祝东方市总领事温耀珍 勉励当地乔包同心协力 一同推展国民外交 让中华民国发展更顺遂 当典礼仪式告一段落 东方市中山乔校校长司徒子民 上台资赠感谢状 感谢朱会长长年来对乔校的护持 同时在温总领事的见证下 朱会长捐赠了美金两千元 资助清寒的华侨子弟学生 让与会人士大为感动 接着朱会长率领李坚士团队 到各桌与来宾敬酒互动 欢笑声此起彼落 还有妇女会成员唱歌助兴 场面热闹温馨 最后大家起声欢唱生日快乐歌 为这场晚宴画下完美句点 台湾宏观电视林硕宴 巴拉圭东方市台湾报导